继续是来自浩航的消息 文字国秀中美比较的 6年级比较生在22号 既行秋冬天的小雄 申告发表会 这点比较生用办法裁则 制作成一只一只 古水秋冬天的小雄 为自己在浩航生活 老下纪念 经有核心发表冲 与加上日本的和服 与动漫造型的配件 真有自己的特色 一只和一只手工 凤雄排排站 每一种都有自己特色的作品 经有核心提纸绕做了日市和服 也有发布創意 从日本丁明东漫的母纸 作成纸绕的配件 你这陈两年级 中美比较的核心 利用自己的家事 为自己在好好来 做最后的纪念 这次文案不少在七年前 有个核心家长 赶好比较班老师 自己做的纸绕娃娃 并第五年前 在郭景丽老师的餐饺之下 让比亚星合适做手艺自己的手工逢雄 而为那个时候 开起了文章还需要比亚星做手工逢雄的领导 我们的郭老师呢 他一样继续带毕业班 那所以他想到说 假如每个同学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只 自己手做的手逢雄的话 那应该是非常有意义 那所以就联想到说 那假如可以把那个每个同学的班服 能够逢成自己的雄 那是不是可以让班服呢 成为另外一种的永恒的存在 那所以从五年前呢 我们郭锦丽老师才开始 才开始着手这样的那个雄布偶的教学 然后一直到今年呢 已经是我们郭老师带第三届的那个毕业班 那这第三届的毕业班呢 除了我们郭老师以外 另外还有我们萧荣贤老师 那两位老师呢 就引导小孩子 把那个班服呢 就逢成自己心爱的一只 各别的雄 文娥国秀表示 本来只是弃作 但发现很多核心 都会发挥他们的創意 做完本的手工逢雄 加上很多配件 今年也是第三次 让核心利用班服来制作 套过的裁缝 让班服典现不一样的隔壁 竟让这份比较新的感情 发挥英文的存在 也让文娥国秀的交友理念 竟往前一步 文娥 雄在 先想到面前 骑拆后不得 嘉义市的电动公车正式上路啦 你们搭过了吗 小编今天来实际体验看看 顺便问一下民众搭乘的感受喔 你知道现在搭公车不用钱吗 搭电动公车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没有坐过 都没有坐过 那现在不用钱 会不会觉得可以搭看看 好啊 可以看 参考看看 捏免费 搭乘中餐感谢免费 大家快来加一碗 注意 最新鲜的吃饭 坐起来感觉中一样 我坐你在旁边感觉中一样 蛮好的 哈哈哈 有男朋友吗 有没有 那我要到哪里 火车站 那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 我们有蓝色绿色红色黄色 绿色 绿色 问某 不是我啊 平常都会搭这台电那个中山干线上车吗 蛮惨的 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线的吗 好像是6月1号吧 6月1号 你有发现他们里面 其实很用心在设计 有 我早上的是猫跟狗狗的 你有遇过 这边有做一只大白熊的吗 没有 听说那个好像蛮稀有 可能一次就两台而已 哦 希望能遇到 对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希望能遇到 那你觉得整个车子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不错啊 就很新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富富风 常常搭这台中山干线吗 特地来搭 你是特别来搭的啊 因为想要带朋友 所以自己先做一趟 那你觉得新的电动公车怎么样 我觉得 漂亮 对 漂亮 你有没有看过 你在街上有看过吗 有啊 就走这边啊 哦 那你觉得它 适量怎么样 很漂亮啊 我现在就是想说我要看看 蛮可爱的 舒适啊 很紧耶 有艺术的气息这样子 很漂亮啊 我觉得很新很舒服 现在拿油耳卡搭中山干线 就可以免费哦 记得来搭嘉宜的电动公车 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底 只要吃悠游卡一卡通 这一类的电子票证 就可以免费搭成 嘉宜市的电动公车中山干线 另外中山干线和光临国家线 也快要启动了哦 大家拭目以待